小飞一回头 小傻一头牛 小飞二回头 黄河水倒流 什么 天晴了 雨晴了 小雪觉得自己又行了 可我 你是谁 人之初心本善 小妹是个大傻蛋 为什么要骂我 你真是太过分了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敢不看王八下蛋 千万别让我知道你是谁 不然看我怎么消失你 真是太搞玩了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发唆666 告诉大家其实我是大宝 老师 我要告证 怎么了小飞 老师 有人在咱们的班级群里 说我们的坏话 对啊 还说我是大笨蛋 实在是太过分了 什么 我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小飞是条三菜鱼 又酸又菜又多鱼 啊 真是气死我了 小飞是个邪鸭蛋 又邪又哑又笨蛋 过分 为什么还说我 小飞是只黄门鸡 又门又拉鸡 你到底是谁 真是太过分了 同学之间应该团结有爱 是谁在班级群里这么说大家的 不是我 也不是我 黑暗魔王大宝 这些坏话里就你们俩没有提 发这个消息的人 一定就是你们俩其中一个 哼 我才不会承认是我呢 黑暗魔王平常那么调皮 大家一定会觉得是黑暗魔王做的 不是我 你们可不要冤枉好人啊 什么 你也不是我 我爸爸根本就不让我玩手机 那这到底是谁啊 这种行为实在是太恶劣了 我一定要找出是谁发的消息 我知道了 发消息的人 手机上一定还留着聊天记录 大家把手机拿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哼 看就看 怎么什么也没有 还好我聪明 提前把聊天记录给删干净了 看你们怎么成 对啊 大宝 你的手机上怎么没有聊天记录 我是昨天不小心给删掉了 那你怎么证明 我 我是害怕妈妈看到 搬起群里老是让请家长的信息 所以我才删掉的 大宝说的好像是真的 黑暗魔王 那肯定就是你了 什么 不是我 不行你们看 啊 怎么什么都没有 糟糕 黑暗魔王 原来就是你说我们大家的坏话 真的不是我 我是昨天和可可抢手机玩 不小心就把手机掉进了鱼缸里 你们不信 可以去我家里问可可 可可可以作证 奇怪 大宝和黑暗魔王都没有聊天记录 这下该怎么查啊 我看就是黑暗魔王做的 你才不是我 大宝 我看是你吧 你一直在这里说我 怎么可能就是你 是你是你 好了安静 不要再吵了 我们来问问小朋友们就知道了 聪明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 是谁在班级群里说大家的坏话吗 觉得是大宝的话 就把手嘻嘻嘻 是黑暗魔王的话 就把手R2 告诉我们真相吧 哼 你们谁都不许把手嘻嘻嘻